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维新新闻 我是洪玉佳 遵循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在每个农历新年期间 为大家播出当年度的新闻总回顾 我们规划连续两周 总计七大项目内容 希望广大十方善性 世界各地朋友 能借此了解禅吉山维新圣教 走过的2019年 首先请进入维新圣教重大建设报道 禅吉山维新圣教 秉持易经风水学法则 与软硬体建设上 皆是时空因缘和合 因而成就 几亥年在教主 王禅老祖师尊圣事 宗主混元禅师指示下 维新圣教迎来建设丰硕的一年 也为弘法立生 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 殿下根基 维新圣教与几亥年 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法仪 王禅老祖补天大法会 自农历2月2日 3月3日 4月4日到9月9日 每个月一次的补天法会 更于10月10日 日本大阪道场落成 圆满法会 配合法会于2月2日 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举行2月2龙抬头 世界和平 九龙宝塔奠基大殿 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九位董事 职产破土动工 祈愿九龙助席 朗岸和平 天下一家亲 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九龙天心柱之真实义 是天地正气之心 由九龙开始 是世界和平 两岸和平 中华三组圆融 应兴绝名的一个开始 九龙助新建工程 于国立3月25日 晨时举行动土仪式 正式动工新建 因柱体高度33米 整体地面高度34米8 但也因此 需注意很多结构设计之问题 宗主于建设期间 实时关心巡视 与结构技师讨论九龙助 受风力及地震影响 所产生的扭力问题 并叮嘱工程人员 必须按图施工 4月7日 撒尽后 进行大抵灌浆 6月6日 开始进行 筑体调装作业 宗主在开示同修们 天地正气 开启人性的光辉 尤其人的龙性 不管王侯将相 贩夫走卒 都有平等的龙性 所以我们做人处世待人 我们要相互的尊重 所以王禅老祖 教导我们如何善待众生 名养两界同观照 历经三个多月的艰难组装 在国立9月12日 吊装八龙助手 13日继续吊装 天心龙手龙土猪 九龙助工程 进入完工修饰阶段 10月4日 首先举行九龙天心助的 雀桥落成简采 愿天下有情人来相会 瑶池金母娘娘做正蒙 祝福普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幸福美满 5日午时 宗主混元禅师 带领维新圣教显示同修 叩谢天恩 供养七宝 感谢天恩 祈求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 祈见九龙天心助 护魔法会 48位男众同修显示 于九龙天心助旁 日夜不停 东宋摇池金母 普渡收缘定会 解脱真经文书 护魔供养 祈求消灾化解 台湾平安 世界和平 万灵归星 五谷丰登 天灾永席 几亥年9月9日 上午9点9分 九龙天心助 举行落成剪彩典礼 嘉宾云集 先是同修大众齐聚 宗主混元禅师及师母 与众嘉宾 共同为九龙助剪彩 宗主开示 九龙助是世界和平的灯塔 是易经大学 将中华文化 世界人类的灵性生命 融于九龙助 是台湾人民代表三祖儿女大爱的心 从这里再迈向前一步 跨前一步 将中华文化道统 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 导向世界各地 在九龙助建设的同时 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也启动太极天 王禅老祖今生安京 及太极天广场七十二天师 石雕壁画工程 老祖今生安京功程 于二月二十五日晚上 由住持元义法师 焚香禀报王禅老祖 以法言供养天龙护法 二十六日清晨 元义法师 以净水洒进 施工区域 动工施作 四月七日 依照宗主混元禅师指示 于吉时 为老祖师尊 金尊 安京装金身 贴上第一片金箔 而七十二天师石雕壁画 则于国历六月中旬开始 进行吊挂安装 宗主混元禅师开释 唯新圣教的宗门法脉 都在台中道场 因此称其为世界和平原点 继八楼开南天石雕壁画之后 王禅老祖盛世 奉请七十二天师光匠太极天 守护世界和平 于一楼太极天广场 设置七十二天师石雕壁画 六月十八日 元义法师 以净水洒进施工区域 正式动工 八月二十四日 台中道场王禅老祖金身 安京 继太极天七十二天师石雕圣像落成 举行接蔓典礼 众多贵宾接来祝贺观礼 共同为今生圣像接蔓 宗主率领各道场助持法师 及法讲师 功德主等 奉请王禅老祖 继七十二天师圣灵 真灵光匠太极天坛成 加持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 宗主开示 我们所需要的所修的 大家理念一致 就是藏富于民 家家户户平安就富有 公司工厂平安赚钱也就富有 这个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王禅老祖 带领我们维新闲事 共同的心和方向大未来 就是要藏富于民 接着日本大阪道场 也于农历十月十日 举行乐成典礼 十日上午十点十分 宗主与来自日 韩宗教友人贵宾 以及维新圣教同修代表等 为大阪道场落成阶蔓 宗主开示 大阪道场将是维新圣教 迈向国际红法立生开始的一个点 大阪道场是大大的版图 是整个的宇宙虚空 而不是点点的私心 所以我们要把心打开来 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我们都有多生父母的因缘 多生的亲人的因缘 所以我们要大公无私的来圆满 为新圣教天一道场 也于己亥年兴建七祺坛 安奉神龙七祺君魂 8月1日 宗主率天一道场主持 元道法师 元德法师 元辉法师 元荣法师 等各道场主持法师 以及益京大学法讲师 同修弟子等 为七祺坛举行 落成阶满安座典礼 宗主开示 天下之乱有因果 天下之和谐 也要从因果来解套 因此指示 由简金昌董事 代表天一道场主持 元道法师 前往桌陆岩帝庙 恭迎七祺尊魂 临归台湾天一道场 授纳中华儿女为新弟子 祭祀供养 在11月12日恭请来台 奉安于七祺坛 元道法师 简董事长 及元丰法师 一起上香禀告 法仪顺利圆满 最后在教育建设方面 维新圣教学院 12月10日上午 举行F洞校舍 奠基动土典礼 宗主开示 庄严我们的教育体制 庄严所有众生的尊严 自信 F洞校舍建起来之后 维新圣教学院 整个建筑群就稳定下来了 未来将能更好地进行 教育弘法立生的事业 维新电视 几亥年 维新圣教重大建设回顾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维新新申 接续带您进入的是 国际宗教文化交流报道 禅吉山维新圣教积极扩展国际法务 参与相关宗教与学术研讨 向国际发声让国际社会理解世界新兴宗教 台湾维新圣教推动世界和平的宗旨与理念 也将维新圣教鬼谷文化古致经用 以及以易经风水学保护山河大地 融入自然的生活 使人人都能获得平安 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目的 推广于国际间 让更多国外宗教团体学术学者 了解维新圣教 认识维新圣教 这些努力终于在2019年获得良好的回应 更多宗教交流互访 更多的宗教研究学者参访研究维新圣教 同时维新圣教也持续指派人员代表 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 不断向国际社会介绍维新圣教 宗务中心原新主任 与维新圣教大阪道场原家主任 5月5日在大本教林牧本部长的盛情邀请之下 参与大本教林部本部弥勒法会 并拜访教主出口红女士 同时也代表宗主混元禅师 邀请大本教本部长林牧先生 国际事务部实野部长 以及同行的韩国大寻真理会 李泰列部长 于农历10月10日 来参与维新圣教大阪道场的落成典礼 共同为世界和平祈福 实野部长也于7月来台参访维新圣教 并为第19届一经新法大专属其精进班 青年学子和维新贤士们进行两场专题演讲 介绍日本大本教的历史与现况 及其创教宗旨 5月29日韩国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特使方向一先生 在全球和平联盟台湾总会秘书长蔡美贤先生陪同下 来到维新圣教总坛拜访宗主混元禅师 双方互相交流为世界和平来努力 越南高台教国际部陈锦部长也于7月17日来台 代表高台教红一主教拜会宗主混元禅师 邀请宗主参加高台教创教95周年的庆典 同时也讨论到东亚新宗教联盟的未来发展 对于新的宗教加入联盟等等方面进行沟通交流 另外泰国道教总会访问团 也于2019年底应邀来台参与2020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 并参访维新圣教宜兰道场进行宗教文化交流 而在学术交流方面 维新圣教继2017年捐赠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图书馆 第一批24项目共192本法宝从书后 2019年3月1日第二批法宝从书 也以空运寄往维也纳大学 希望借由这些法宝从书的研究 能够让国外宗教学术界更加了解维新圣教的宗旨与精神 而国外研究学者分至他来参访维新圣教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台北分部主任毕游瑟教授 4月24日拜访禅吉山维新圣教大安寺 为即将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写作 而再次来到维新圣教进行了解与调查 美国学者Jason Greenberger于4月底来台 对维新圣教进行研究 了解维新圣教创教红法的法源历史 并体验维新圣教的法会法遗书胜之处 接着韩国冀州观光大学教授申荣大博士 与韩国艺术人协会 也是韩国毅理学会中央会副会长 郑同根博士 于12月25日来到总本山仙佛寺拜会宗主 了解维新圣教并洽构罗盘等法器 而国际知名道教研究学者 利维亚·科恩博士 也于年底受邀来台 参与2020年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并参访维新圣教总本山 及各地分子道场 了解维新圣教弘扬易经风水学 和发扬中华校道文化的各种作为 除了国际学者的来访 维新圣教也积极指派代表 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国际发声 首先是6月中与美国洛杉矶 罗要拉马利蒙特大学 举行的第13届国际道学研讨会 由原品法师、原封法师、原警讲师 原空闲士等代表参与研讨 发表时空与异道 台湾维新圣教的异学运用 Dow and Time Predicting the Unpredictable 台湾中华维新圣教的道学研究等论文 将维新圣教在修道与异经风水上的研究发展 呈现于国际之间 与国际学术学者一同讨论分享 宗务中心原新主任 随即于7月17日率团参加ICAS 国际亚洲研究学术大会 与东亚新宗教协会之韩国大寻真理会 和越南高台教共同于会议中 发表各自宗教之学术论文 一起致力于国际间传播世界和平的理念与方针 接着由原品法师及多位法讲师同修 参与7月18日在台北国军英雄馆 举行的第三回人类爱善会 IRUHA国际会议 原品法师与宗教和世界和平的永续发展文提出 世界和平是共同的心愿 而维新圣教追求世界和平的方式是从心开始 维新圣教一级以心为主的神圣教义 因此维新圣教以心为信仰上的依规 原品法师及原青法师也带领维新圣教代表团 参加9月5日在意大利杜林大学举行的 2019Cessner会议 发表古智经用 台湾维新圣教艺学运用等论文 向国际社会介绍维新圣教 以及一经风水学 维新电视几亥年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回顾 维新圣教目前在全台湾的分部 总计42处分寺道场 接续请进入以下分寺道场活动专题 了解今年度各道场的重要法务活动 禅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 成立于1989年 历史轨迹中早有明朝先人刘国轩 以战绩描述其殊胜地理 仙佛寺是维新圣教 宗教 文化 教育发展的总起点 创教宗主混原城师开示 一经是大学 大学在一经 宗门37年来陆续开启欧美日 东南亚 澳洲等地的一经教育红法据典 而分布于全台湾的42处分寺道场 除开设一经风水学初级班课程之外 负责进行的重要法务 包括各项祈福消灾法会 据代表信者有为庆祝各道场成立 即感谢佛恩的周年齐安消灾法会 周年齐安消灾法会 多数以一天或为其三天的法仪为主 是开放一般信众 不同参与的法会性质 助持法师 泛拜诵经师 引领大众同修 遵循法仪 恭送本教主经 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鬼谷仙师天德经等经典 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祖灵 中华三祖 继日本 韩国 天子帝王圣灵 以及十方善性各姓氏堂上九玄七祖祖灵 仰仗王禅老祖天威 齐安直福 实践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的宗教使命 社会职责 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主要广开一经风水初级班教育课程 此外同时提供 住持法师问世服务 住念团社会服务 洋宅勘察社会服务 每月农历初一十五 朔旺法会 拜颤法会 维新茶道课程 协办学术交流活动 以及各种法会物资发放之相关公益活动 道场住持 主任法师 并结合同修专业所长 不定期举办生活艺文课程 土城安心道场 灵活运用资源 开设烘焙糕点相关的亲子美食营 首座DIY过程当中 讨论分享 易经风水与生活的话题 多元且温馨的活动氛围 拉近距离 也凝聚大家的心 而今年度我们必须提到 越南教室的岁末祝福 联合物资发放活动 号召许多在地朋友和台商人士 共同回馈地方 透过画面分享 越南显示同修 默默持续多年的用心和善心 跟着镜头 我们继续关注 分四道场与在地邻里之间的 艺术人文活动 日本大阪道场 积极融入当地文化 参与大阪天满宫梅花祭 同时将易经风水融入在地生活 和民众知性交流 结束善因缘 并达到和谐外交广受在地人士好评 接续是已经行之有年的 中港道场与在地邻里办公室 地区活动中心 共同主办的温馨五月勤 端午纵飘香 年年和民众共度佳节 还有除旧不新寒冬送暖活动 协助有需要的朋友 获得相关生活物资 传递王禅老祖的慈悲与爱 今日经时 供逢鬼谷仙师王禅老祖 倒架慈航与宗主天人合一 旧度名阳解冤世节 消灾化节 并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结合之心法 使社会百业因为运用易经 在跨域融合转化之间 产生正向发展 贤士同修十方善性 因老祖妙法获得心安者无数 同时 因习得正法 继而投入鬼谷文化的传承 分寺道场 致力传播 易经风水 古致经用的法系 其愿不分领我 其心共转 世界和平法轮 维新电视 几亥年分四道场活动回顾报道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新闻 产基山维新圣教 融合易经风水与宗教 丰富的信仰文化 让无数有缘信众 获得安定的心 维新电视台维新新闻 将持续发挥传播之所能 提供您更多元的 维新世界最新动态 接续请进入 易经风水学术教育报道 残基山维新圣教 残阳易经风水学教育 以宗教融合学术 以学术成就宗教 借由易经大学遍地开花的 易经风水学初级班 及正期班课程 让社会大众普遍认识了解 易经风水学 也借由维新圣教学院 系统性的教育 为维新圣教培育红法师资 将平安带给每个人 带给社会和谐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在几亥年 台湾鬼谷文化学会 奉宗主混元禅师指示 由杨会长吉东先生 邀及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们 规划举办了八场的 鬼谷文化古至金用 即心灵升华讲座 在各地分寺道场举行 将专家学者们 与各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 贡献给与会同修 为我维新弟子留下珍贵智慧结晶 也为未来同修们提供一个 参考咨询的方向 另外 自6月15日起 首站于总本山弥陀讲堂 宗主混元禅师 亲自为维新圣教 功德基金会智慧长进行授课 加强智慧长们 对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所传的法 更进一步地熟悉 能够自修自立立他 宗主混元禅师 奔波各地分寺道场 为各地功德会智慧长进行讲席 至10月19日 于台中明德中学举行 全国智慧长联合讲席址 共十几场的讲席 是宗主为提升智慧长们 对于弘扬圣教庙法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及立他精神之证之 与对维新庙法的进一步熟悉 并勤勉智慧长们精进努力 担负起第一线的重大使命 为社会来服务 来行功利得 在益京大学课程教育方面 益京大学正旗班第26届 9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 宗主混元禅师 在台中道场亲自主持 元武法师带领各地道场 全体26届学员同修进行宣誓 誓愿正心正法利益众生 勇猛精进 迈向另一阶段的圣法学习 宗主以老祖的八宝心法 来者不拒 去者不留 顺其自然 不可勉强 有缘则度 有德则助 皆顺天理 事事如意 相赠26届学员 希望大家把握法源 要有信心精进修持 另外宗主混元禅师 也带领诗讯同修 及各界闲士同修 在7月中前往阿里山 进行户外教学 讲解大地风水 参乡礼拜 寿正宫玄天上帝 及龙隐寺寄宫古佛 开示同修门 圣神仙佛的唯妙法义 不仅在国内的同修门 努力精进学习 在国外的道场教室 同修门也积极学修 西班牙教室的学员 在成熟元老师带领下 除了在西班牙当地 Toledo进行户外教学 也积极来台参与 2020年中华民族祭祖大典 并参访维新圣教各道场 听各住持法师的详细解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积极进取 而加拿大道场的同修 则是邀请维新圣教 泛拜学院元蒙法师 率团前往红法教学 教授泛拜早晚课课程 助念法仪 法会法仪等相关内容课程 将泛拜修行法仪 弘扬到加拿大 维新圣教闲士同修 也积极在学术领域上进取 元品法师及多位诗训班学员 参与12月13日 于国立彰化师范大学 举行的第一届创新教育 与科技全国学术研讨会 发表古制金用 台湾唯新圣教的易经运用 天人智慧之用意出探 古制金用 易经在生活中的妙用 台湾民间宗教之探讨 以诵经文化为例 及住宅品质之风水指标 等多篇论文 将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古制 活用在现代社会中 各阶层的影响 分析研究提出 与各界学者专家交流 其能带动学界研究 古制金用的实用性 维新电视 几亥年 易经风水学术教育 回顾 在法宝从书 心灵的对话第四章 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朋友 太阳曾经停止照耀大地 万生万物吗 月亮是否也曾停止 绽放光明 其实我们的星 和太阳月亮 是一样的光亮 期盼每一位地球公民 以清静安定的心 更高的勇气与智慧 迎接未来一整年的新事物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持续锁定 2月1日 农历正月初八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维新新闻总回顾 第二阶段的报道 维新电视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一点 欢迎您一同关注 维新上角的最新动态 祝福您 金属年 万事吉祥 何家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